与癌症基因检测 关于癌症基因检测这方面 其实这个Terms 可以说是近这几年才开始流行起来 其实先说什么叫癌症基因检测 因为这个字眼其实都很广阔 包含了起码有三个不同的类型 第一个类型就是说一些遗传性的基因检测 最常的一种基因特别叫Bracker 这个就会导致有这四种癌症 乳癌、卵巢癌、胰壮癌和前列腺癌 所以如果家族史有上述这四种癌症 而且他们的发病年龄比较早的话 建议都可以进行Bracker的基因测试 第二类型的癌症基因检测 就是想测试一下个别人士 他有没有自己前床的早期肿瘤 这就和遗传没关系 是说我们好像一个平时我们做抽血或者是做影像 在他无病无痛无感觉的时候 希望找到一些早期的肿瘤 因为我们知道癌细胞当它承认之后 就会有一些脱落的DNA碎片 游走了在血液里面 所以我们只要抽血去捉到这些游离的DNA片段 就知道这个病人到底会不会有机会有一个早期的肿瘤 现在的方向就希望在一个影像上 能够展示到一个不正常的阴影之前 都已经能够去捉悠到这些游离的DNA片段 希望可以在很早期的时候就已经发现这个肿瘤 因为我们知道所有肿瘤越早发现 其实治愈的成数已经越高了 近日有个个案印象比较深刻 是一位71岁的男士 他早前做了Cell3DNA的游离基因测试 看看有没有早期的肿瘤 报告就显示他有腸癌、前列腺癌和肺癌这三项的风险 结果他真的都中了两样东西 他同时有一个二期肺癌和一个一期的前列腺癌 他两个部位都做了手术 后来都做了述后的化疗 其实已经完全康复了 这个也帮助医生可以早些去对病人进行一个确诊和早期的治疗 第三组的基因测试 其实已经是病人离患了这个癌症 很多时我们就会拿那个癌症的肿瘤标本 整个传去做一些一系列的基因测试 目标就是用来配对一些的标靶药物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要进行标靶治疗的话 其实要找到相应的一些基因特别 match 到那个基因特别 才可以配对到相应的标靶药物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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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